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值得大家考慮的新的電子鎖 有包含像人臉解鎖 指紋解鎖 密碼解鎖 卡片解鎖等等 八種的解鎖的方式 指紋辨識是直接坐在把手的這個位置 有個圓圈的地方 我這樣指紋一按啊 感應完剛好就這樣子 往下一握就可以開鎖 所以它整個流程會讓你覺得很順手 所以這樣子人臉就登錄成功了 它的感應是很快的 因為其實人臉辨識 大家最怕就是要辨識很久 那其實動作非常的快 今天的最後面呢 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哦 折折開箱 今天呢 這邊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展示方式 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這個是一個電子鎖 那我們今天直接用這個方式 來展示給大家看一個最新的電子鎖 不只是用指紋或是用卡片 你也可以用人臉去做辨識 那這個是在電子鎖裡面算是比較高級的 而且我們等一下會來幫大家測試說 它的人臉辨識到底準不準 快不快速 以及它到底有哪些的方式可以去開鎖 我們就一次來幫大家做介紹 那整體而言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值得大家考慮的新的電子鎖 就是EXGAN 所推出的人臉電子鎖 我們先來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型設計 基本上它是與合金的霧面為主體 面板的部分它就是剛化玻璃的材質 然後變成是亮面的黑色 所以它整體來說就是蠻低調 重點是可以跟各種的門去做搭配 不管你家裡面的門本來是長怎麼樣 裝上這個門鎖都不會太奇怪 它上半部這邊這個圓形的地方 其實就是它的人臉辨識的區域 那下面這邊呢 你一按其實就是它的暗密碼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用輸入密碼的方式去解鎖 那這邊它有個卡片的符號 就是等於說你可以用悠遊卡或是卡片去感應 下面這裡的話呢就是有三個按鍵 一個是靜音 中間是按門鈴 再往下呢我們就看到它的把手指紋辨識 是直接坐在把手的這個位置 有個圓圈的地方 所以它整個流程會讓你覺得很順手 這邊就是你這樣往下按 它就會突出來 這樣一轉 然後你看這邊就有一個鑰匙的插孔 如果說真的是你忘記充電 然後電子索不幸沒電的話 你還是有最後的一個預備的方法 這邊它就是有一個充電孔 你也可以在緊急的去幫你的電子索去做充電 背面這邊等於就是你在家門裡面嘛 那另外呢這邊有一個類似房呆的裝置 因為怕說家裡面有小孩啊 不小心就是對陌生人去開了門 這樣你可以把它整個弄到紅色的這邊 無論怎麼樣轉都打不開了 底下這邊也是你就是可以把它往左邊或往右邊轉 這樣應該是從外面也沒辦法打開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呢 這邊有個蓋子嘛 大家會在乎說這個電子索要怎麼樣充電 這樣打開以後你看到它裡面這邊其實是一個大的電池 有點像相機電池那種感覺 那它是會附兩個給你 所以你這可以互相的替換使用 拿下來以後這邊有個Type-C的接孔 你就直接用Type-C去充電就可以了 這個一個電池充飽大概可以用三四個月 才需要換另外一個上場 看完它整體的介紹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它各種解鎖的方式是怎麼樣來操作 有包含像人臉解鎖 指紋解鎖 密碼解鎖 卡片解鎖 等等八種的解鎖的方式 同時有這麼多方式的一個好處啊 比方說如果你今天剛好有客人來你家借宿 你可以發給他一張卡片 等他要回來的時候 也許你不見得在家 他就可以去使用卡片 這樣的話你就不用說 我還要把密碼告訴人家 或是我要幫他設定指紋 這些我覺得都太私密了 他在設定各種的解鎖方式的時候 他其實是蠻有一個系統 他有點像是你要打客服電話一樣 他會說什麼功能請按1 什麼功能請按2 但是他用語音這樣子的方式 我覺得還蠻清楚可以操作 等於說你不用再去翻說明書 一開始你會需要先設定一個管理員密碼 輸入並且解鎖管理員密碼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做進一步的設定 那你要新增密碼的時候 你就先按 迷景 就是新增解鎖的方式的時候 然後這樣 那輸入你的管理員密碼 成功 添加普通用戶 進按1 添加管理員 進按2 刪除用戶 好 他會這樣子語音的方式去引導你 那他剛好講嘛 你要新增人臉按1 那新增密碼或手指按2 所以我們先新增人臉就按1 注意 注視攝像頭 退出緊按1 好 那我們現在就 按照他的指示去看這個鏡頭 成功編號 0 6 添加人臉 那我們已經增加完人臉的部分了 那我們來新增手指 好 請添加手指 即把或者卡片 退出緊按 請開啟手指 繼續錄錄 其他指 請開啟手指 繼續錄錄 其他指 請用戶 註冊成功 好 這樣就註冊成功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我們剛剛登錄的人臉跟手指的密碼成不成功 開門 喔 所以這樣子人臉就登錄成功了 他的感應是很快的 因為其實人臉辨識大家最怕就是要辨識很久 那他其實動作非常的快 那因為他這個東西是 你一關起來啊 他就會自動鎖住了 就是你關起來以後 就沒有辦法再打開 比如說你看這樣子打不開 那我們就 好 這樣子 這樣子開就很方便 我們來測試看看 那我現在現場自拍一張照片 然後讓他人臉解鎖看看解不解得了 就是拿這樣去解鎖看看 所以呢就是說 確定一定要你本人在前面 就算你拍了一張自己的照片 然後放的剛好跟他一樣近的距離 還是沒有辦法成功的解鎖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他的卡片解鎖 那他的卡片呢 可以是我們一般大家常用的這種悠遊卡 也可以用這種小的感應卡 看你的習慣 那我們也就是一樣 比如說像這樣嗎 這一張 這個登錄完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就可以開門了 所以像這種小卡片 或者是你自己的這種悠遊卡 都可以去做這樣子的開鎖的使用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數字的密碼 我們剛剛已經設定的密碼是 右邊的兩排加起來 那我們就先解鎖給大家看看 這樣就可以解鎖 那他有一個很聰明的是 你可以輸入一串亂 只要這中間有包含到你 原本設定的那個密碼的話 他就可以開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算這個人看到了 他也不知道你原本的密碼是多少 我們來幫大家試試看 比如說 也是可以開耶 我剛剛按了那麼多 因為他中間有包含我們設定的 右邊兩排加起來的這個密碼 我們這邊因為是透明的 所以可以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鎖門的機制 就是關門回去以後 其實你的門法已經轉不開了 就一定要輸入密碼才能打開 但是如果你想要進一步把它鎖好的話 你就把門把這樣往上提 往上提的時候 大家可以順便觀察這個地方 就是往上提 你看這邊就會這樣子 全部跑出來 那你就真的把門鎖好這樣 他就會卡在門的裡面 大家在出門的時候 可以這樣把門把往上提一下 那如果是你在家裡面 覺得不安心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說 我在這樣關 然後這樣關 所以我覺得他的設計就是很貼心 而且他操作上也都蠻簡單的 還有其他更詳細的功能 我們就利用他的APP 來操作給大家看看 他的這個APP裡面 就有包含了這個 ASKON G1這個 這就是我們所登錄的設備 點進去以後呢 他其實有很多功能 比如說第一個可以看到就是 你可以去看你的開門紀錄 就是你在這段時間之內 有幾次的開門 那因為我們剛剛測試過非常多次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裡看到 所有開門的時間的紀錄 這邊可以新增 跟家裡面的管理員有哪些人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棒的是 他可以設定臨時密碼 臨時密碼分成一次性的密碼 比如說今天突然間我要拜託人家 緊急去我家裡幫我拿一個東西 又想說我不想要把我家裡面的密碼 直接告訴他 我就可以設定一個一次性的密碼 用完以後 這個密碼就失效了 不限次數的密碼呢 你可以在一個時間段內 可以用這個密碼去開鎖 但是過了這個時間之後 這個密碼也是會失效 還有就是你可以遠端的去開鎖 他如果按了這個門鈴 我的手機會收到通知 遠程開門的申請 然後我可以決定說 我要不要開門給他 比如說他這樣按了以後 我可以往右滑 我就遠端幫他開鎖 所以我覺得他的功能真的很多樣 都有想到很多可能會發生的情境 讓你使用上很方便之餘 可是又確保了安全的這個最基本的要件 最後呢 他還有一個功能 是叫做常開模式 那你就是一樣要授權他 常開模式之下 你這樣子開完 關起來 他就不會鎖住了 你可以再打開 所以這大概就是他各種的功能 然後符合各種情境的一個設計 最後我們再來幫大家試試看他的防盜 這個時候會有一個小警報 三次錯誤 那如果我再繼續 繼續測試的時候 他就會先把你這樣子凍結 對 那你看你的系統也會收到錯誤的警告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來開箱 這個Ascan人臉電子鎖 那整個用下來呢 覺得他真的是非常好用 如果你家裡要加裝電子鎖的話 非常可以值得優先考慮的一款 那我們也會把他的頁面放在影片底下 讓大家可以再去看看他進一步的功能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抽獎時間 我們今天要抽出兩位觀眾 來得到Seven的禮券200元 那只要你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影片開啟小鈴鐺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那你就有機會來得到禮物囉 那請大家踴躍來留言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掰掰